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三个重要话题 首先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位领先的经济学家 敦促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 适当降低利率并稳定房地产市场 以提振疲弱的内需 因为高出口增长已被证明不可持续 且全球贸易不平衡和中美贸易摩擦 加剧了这一问题 其次 我们将探讨中国新一代大型两栖攻击舰的 快速建造进展 中国的造船工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建造076型两栖攻击舰 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在远海投射力量的能力 最后 我们将深入分析中国的核威慑策略 随着中美之间的核紧张局势升温 理解中国的核政策和战略变得至关重要 中国的核威慑一直强调防御性姿态 并坚持不首先使用原则 但其核力量的现代化和扩张 引发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面临多重挑战 经济、军事和核威慑策略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 中国的经济策略和国防政策 正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这一切都凸显出 中国需要在稳定内需 扩大军事实力和维护国际和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首先 从经济角度看 中国的出口增长正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 南华早报近期报道称 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卢庭 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强调 中国需要稳定人民币汇率 以防止其大幅下滑 并适当降低利率和稳定房地产市场 他指出 这些措施是为了提振疲弱的内需 因为中国已无法再依赖高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 卢庭的观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今年年初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超过2% 然而 在一个正面讯号中 周五下午早些时候 中国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了7.2 达到7.194 这是自5月3日以来的最强水平 这显示出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一些信心 但卢庭警告说 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回到零 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周期和贸易争端的增加 这些都导致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弱 此外 美国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 倡导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 这无疑为中国的出口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中航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董仲云 在同一会议上也警告说 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中国的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他强调 中国需要加大力度提振内需 以应对可能的经济制裁和限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 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适当下调利率 成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 卢庭指出 这将有助于降低现有抵押贷款的利率 减轻房主的压力 同时稳定房地产市场 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该行业在未来几年仍有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 中国的国防工业也在迅速发展 根据CSIS的报告 中国位于长兴岛的造船基地 正在快速建造首艘预兰级两栖攻击舰LHA 这艘被称为076型的舰艇 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远离中国海岸投射力量方面 迈出了重要一步 076型的建造速度惊人 预计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这艘舰艇的飞行甲板长约260米 宽52米 总面积超过13500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三个美式足球场的面积 这比美国的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 和日本的初云级直升机航母都要大得多 也比中国之前的075型大得多 076型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尺寸 还在于其技术升级 这艘舰艇将配备一个 用于发射固定翼飞机的弹射器 这在所有其他两栖攻击舰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设计可能类似于 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首创的 电磁弹射系统EMOS 这表明中国对这一技术充满信心 一旦投入运营 076型将成为一个多功能作战平台 能够进行空中作战 发动两栖登陆 并为更广泛的两栖部队 提供联合指挥和控制 这将使PLA在西太平洋 南海及其他地区 拥有更大的作战选择 随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迅速发展 其核威慑策略也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Diplomat报道指出 美国多位高调的核政策 专家提出的美国核优势论 无疑加剧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美国决定采纳美国战略态势评估中 针对中国追求和平衡的建议 将只会创造一个更加不确定和危险的国际威胁环境 理解中国的核威慑策略从未如此重要 这有助于为中美核动态带来急需的视角 更重要的是培养理解对于实现和维持和平至关重要 中国自1964年以来就是一个核大国 直到1990年代 中国只有大约20个具有战略核能力的运载系统 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 中国的核威慑策略逐渐转向防止地区和美国的侵略行为 今天中国的核力量大约有440枚核弹头 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 到2035年将达到1500枚核弹头 这表明中国在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美国反击和导弹防御系统威胁时 正在加强其确保暴富姿态 然而中国始终采取惩罚性威慑姿态 并强调保持有效的二次打击暴富能力的重要性 这使得中国能够威胁对其重要利益的核打击进行核暴富 同时保持高度可生存的核能力和坚韧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在发展陆、空、海三位一体的核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尽管从其DF5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的核发射井的扩散 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陆基和建设 但这些设施通过向美国发出信号 表明中国正在投资可以到达美国本土目标的远程运载系统 中国的核威慑策略最终是为了防止其所谓的与美国的高强度战争 下一任美国总统将如何影响中国的计算仍有待观察 但最近有关中国决定不与美国进行军控谈判的报道 肯定对中美在核问题上的合作不利 不论是经济挑战 军事发展还是核威慑策略 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这需要中国在多方面采取平衡措施 以确保国内稳定和国际和平 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并在国际舞台上找到合适的立足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近期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无法再依赖高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 这一点得到了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卢婷的认可 他在广州的会议上指出 高出口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自年初以来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对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超过2% 但近期有所回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 稳定人民币汇率 适当降低利率并稳定房地产市场 成为提振内需的关键 卢婷指出 如果人民币大幅或快速贬值 将不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 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管理 目前 中国的贸易顺差 在6月份达到990.5亿美元 而美国的贸易逆差 则为968亿美元 这种贸易不平衡 对国际关系和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卢婷认为 适当的利率下调 将有助于降低现有抵押贷款的利率 减轻房主的压力 此外 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是关键 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这一行业在未来几年 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卢婷建议 中国可以学习 美国在次贷危机中的处理方式 稳定房地产市场 以维持经济稳定 在经济政策方面 卢婷建议 加快财政支出 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以改善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 和医疗保险 并鼓励生育 和向最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 这些措施将帮助提升内需 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在国防方面 中国的造船业也在迅速发展 最新的预览及两栖攻击舰 076型的建造标志着中国 在远海投射力量方面的进步 预计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 具备携带多架飞机和无人机 两栖登陆艇 以及超过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能力 这艘舰艇将配备电磁弹射器 用于发射固定翼飞机 这在两栖攻击舰中是独一无二的 076型舰艇的引入 将显著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作战能力 并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 然而 在技术和操作方面 中国仍需克服许多挑战 特别是在发射载人飞机和无人机方面 分析人士指出 这艘舰艇的建造进展速度惊人 预计可能在2025年上半年下水 在核战略方面 中国自1964年以来就是一个核大国 冷战期间 中国的核威慑策略 主要是防止超级大国的侵略行为 如今 中国的核力量已经大幅现代化 拥有约440枚核弹头 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1500枚 中国的核威慑策略 强调惩罚性威慑 和有效的二次打击报复能力 并一直坚持 不首先使用原则 总的来说 中国在经济 国防 和核战略方面的举措 显示出其在应对内外挑战中 追求稳定和发展的努力 然而 这些举措是否能最终帮助中国 实现其目标 仍有待观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评审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中国应该稳定人民币汇率 以提振内需吗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再依赖 高出口增长来驱动 必须转向内需市场 稳定人民币汇率 可以防止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恶化 降低对美国等国家加征关税的风险 同时 这也有助于引导资金进入内需市场 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 楚天书先生 听你的话 我差点觉得你是中国的下一任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稳定人民币汇率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招 全球经济周期和贸易纷争的影响 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稳定汇率无法解决内需疲弱的根本问题 降低利率和稳定房地产市场 这些才是关键 你说的好像稳定汇率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真是太天真了 齐齐小姐 你说我天真 但我只是实事求是罢了 稳定人民币汇率是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其他政策都是空中楼阁 你提到降低利率和稳定房地产市场 这些措施虽然重要 但也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来支持 否则资本外流 市场信心不足 这些措施都会打折扣 稳定的汇率是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石 就像我们建房子先要打好地基一样 楚天说 你真以为你拿了个地基的比喻 就能说服大家吗 稳定汇率能不能提振内需 其实很难说 你是不是忘了 人民币汇率波动也有助于出口竞争力 再说 内需提振需要的是更多实际的刺激措施 比如增加财政支出 提高居民收入 光稳定汇率 难道就能让老百姓突然开始掏钱买房买车 这就好比你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动地球 结果支点找到了 地球还是纹丝不动 哦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是让我感到无比佩服 不过 我还是要说你的观点是错的 稳定汇率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措施 而是为其他措施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就像开车一样 你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 才能加速前进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以降低进口成本 让居民有更多购买力 同时减少企业的汇率风险 让企业有更多资金进行投资和招聘 这样一来 内需自然会提振起来 楚天书 我必须承认 你就像一个卖房子的推销员 总是给出一些看似无懈可及的理由 稳定汇率确实能带来一些好处 但你低估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内虚皮弱的根本原因 就像一个人得了流感 你给他一个热水袋 确实能让他舒服点 但他需要的是抗生素 而不是热水袋 中国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 增加财政支出 提高创新能力 而不是仅仅稳定汇率这个热水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